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今天这一期视频要跟大家来揭秘 到底伊斯兰党是如何做到长期在东海岸 不断地培养小孩子往保守化的方向去进程的 那大家一起来看这一个新闻 今天有一名马来网红老师呢 在他的这一个社交媒体上面发了一张截图 这一个截图是指有一名宗教学校幼儿园的老师呢 跟他申诉 申诉什么呢 就是薪水太低 那这一名宗教老师就跟这个网红讲呢 有很大的这一个问题啊 在薪水方面 他教书教了11年 仅仅掌心过一次而已 从800块钱加300块钱变成1100块 11年呢 就只拿着一个最低薪金真的是很可怜 而且呢 不只是薪水低 就连生小孩子的时候呢 也没有任何的津贴还有辅助 那就让这一名老师呢 忍不住要申诉 那这一个截图被这名马来网红老师发出来过后 很快的就引起马来社会大量的关注 那这一个关注底下呢 就有人发现有一名来自这个伊斯兰幼儿园 这个伊斯兰幼儿园是由伊斯兰党所创办的 是他们的这个幼儿园来的 那这个老师 这个宗教老师 他就讲1100块钱算什么 我们比你的薪水更加低啊 每一个这个伊斯兰幼儿园的老师呢 薪水是介于400块到500块之间 那大家看到这里有没有发现什么端倪 为什么伊斯兰党可以长期不断的培养 源源不绝的保守势力选民 非常简单 人家培养这一个保守选民的成本那么低 四五百块一个月 这一个就有老师愿意教这一个伊斯兰的这一个幼儿园 你想是不是太便宜了 你普通请一个幼儿园老师 至少得有两三千块钱吧 对不对 人家伊斯兰党就做到一个月给四五百块钱 就有人很愿意教这些小孩子了 而且最厉害的是什么 最厉害的是这一些幼儿园老师 虽然自己觉得薪水低 但是他们怪罪的不是伊斯兰党 他们就问了 这个评论区底下就问 为什么中央政府没有帮助我们 没有给我们补贴 哇真的是天大的笑话 那这一个不少的马来网民就嘲笑 或者是讽刺这一些 Paski的幼儿园老师 他们就问这一个伊斯兰幼儿园 是伊斯兰党创办的学校 你怎么可能期待一个私人的宗教学校 得到中央政府的这一个拨款 你看你明白吗 就是虽然还是有明白私理的人 但是身处在这一个系统里面的那一些宗教老师 他们领着低薪没有关系 而且他们领着低薪的情况下 竟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伊斯兰党对他们的剥削 对不对 他们竟然是觉得政府没有帮助我们是政府的错 不是伊斯兰党的错 所以你讲伊斯兰党怎么可能没有办法 源源不绝地培养保守势力 人家培养保守势力的成本是多么的低廉 而且呢 这一个所谓的怨气还不用自己承担 是政府要替他们买单 那最可笑的是什么呢 最可笑的是伊斯兰党不是没有当过中央政府的哦 伊斯兰党在喜来等政变的时候 还做过33个月的政府 在这一个期间他们依然没有给这一些宗教学校的老师加薪 所以换言之 不管伊斯兰党当不当政府 他们始终觉得这一个宗教学校的这一些幼儿园老师呢 就是会愿意给他们低薪打工 帮他们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保守势力 这才是伊斯兰党真正厉害的地方 那我们能不能够做到这样 不可能 所以在这一个保守化的路上呢 伊斯兰党绝对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人家根本就是用一个可能四五十年代的薪水 或者是七八十年代的薪水呢 来跟我们现在21世纪2024年的玩家来进行抗衡 他能够不赢才奇怪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